穿越的厨神 第一章 意外的结局 女主角李清言是一名现代的美食博主 凭借着她的厨艺和创意吸引了众多粉丝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 熬夜剪辑影片的她因过度劳累猝死 带着未完成的心愿意外穿越到了一个古老的朝代 大燕朝 在这里 她成为了一个名叫李梅的农女 生活在兴旺村 她的家境却让她震惊 经历了两年的天灾 家中十六口人挤在一个小院子里 穷困潦倒 各个面黄鸡手 第二章 重整旗鼓 虽然环境艰苦 但李梅的家人却十分和睦 长辈慈爱 兄姐能干 弟妹乖巧 这种温暖的家庭氛围让李清言感到慰藉 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现代的厨艺改善这个家庭的生活 李梅家中的长辈告诉她 村子里最近有一些人开始学习种植和养殖 但都未能取得好成绩 清言决定不仅要学会农活 还要把她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 改变家人的命运 第三章 意外的厨艺大赛 在李梅家里的一个春天 村子里举行了一个美食比赛 参赛者需展示自己的拿手好菜 清言看到这个消息 内心燃起了希望 她决定参加比赛 利用自己的厨艺来赢得一些奖品 然而竞争对手并不简单 村子里的名处李老板因为在比赛中 对李梅的目标感到威胁 决心要让她失败 清言虽然感到压力 但她不会轻易放弃 第四章 家人的支持 比赛前的几天 清言在厨房里忙碌着 寻找着现有的食材来创造她的独特菜肴 她的兄姐们主动帮忙 弟妹们则在旁边加油打气 这种互相支持的氛围让她被感温暖 清言通过创新的食材搭配 成功调制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蒜香蒸鱼 并且还用当地的香草增添风味 家人们尝过后 无不赞不绝口 这让清言充满了信心 第五章 比赛的激烈 比赛当天 村子里热闹非凡 清言穿着自己特意准备的衣服 带着自制的菜肴来到比赛现场 她注意到李老板的阴险笑容 心中暗自警惕 比赛中 清言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表现 迅速吸引了评委的注意 然而 李老板却不断用卑劣的手段来干扰清言 甚至试图破坏他的菜肴 清言感到气愤 但他决定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第六章 突发的状况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清言的炉火突然熄灭 让他的菜肴面临失败的危机 就在此时 他冷静下来 迅速利用现有的材料进行应急 改变了菜肴的做法 成功挽回了局面 观众们都对他的冷静和创意感到惊讶 李老板的阴谋也因而落空 最终 清言的菜肴成功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第七章 比赛的结果 经过激烈的比赛 清言凭借着独特的厨艺赢得了冠军 他不仅获得了奖品 还赢得了村子里人们的尊重 成为了村子的厨神 而李老板则因为阴险的手段被村民们指责 最终失去了自己在村中的威望 清言的成功也让他的家庭开始逐渐富裕起来 第八章 改变命运的契机 随着清言的名声大振 他开始受到村民们的邀请 为大家提供烹饪指导 他开设了自己的厨艺班 教村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食材 制作出美味的菜肴 这不仅改善了村民的饮食习惯 还提升了村子的经济收入 清言的努力也让他的家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生活条件逐渐改善 第九章 爱情的萌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言的厨艺班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前来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与同村的青年李俊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李俊成是一位热爱农业的青年 两人志同道合 经常一起交流农业和烹饪的知识 在一次农忙过后 清言和李俊成一起品尝他做的美食 两人之间的感情开始逐渐升温 李俊成被清言的才华所吸引 而清言也欣赏李俊成的善良和努力 第十章 新挑战的开始 就在清言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之际 村子里又发生了新的挑战 由于外界的经济影响 村子的农业产量大幅下降 村民们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清言决定利用自己的厨艺和影响力 组织村民一起开展农产品的改良和新种植计划 他希望能带领大家一起克服困难 再次改变命运 第十一章 团结的力量 在清言的带领下 村民们开始积极参加农业改革 尝试新的种植技术 清言不仅将自己的厨艺应用到农产品的销售上 还与周边村庄的农民交流 寻求合作 开拓市场 渐渐的 村子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受到了好评 清言的努力让村民们的生活逐渐好转 大家的团结和合作让村子再次焕发活力 第十二章 成功的喜悦 在经过一年的努力后 村子的农业经济逐渐回暖 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清言也逐渐成为村子里的一位领袖 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而他与李俊成之间的感情也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深厚 两人一起为村子的发展努力 互相支持 彼此成长 维生 新生活的开始 经过多年的努力 清言在这个陌生的时空里 成功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也让整个村子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他发现 无论深处何的 只要努力就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最终 清言和李俊成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他们的故事也在村中流传 成为了一段佳话